救難人員全副武裝拉起繩索 準備在漆黑夜裡爬下山谷 進行救援行動 救難人員在山谷下 第一時間找到這一名菲律賓級女子 只見她全身躲出挫傷又推骨折 但因為語言不通 女子只能不斷發出哀嚎 將女子固定在單架後 救難人員趕緊利用繩索 將人從山谷裡拉出來 會這麼著急 都是因為傷患不止一位 這一名患者目前右手疑似變形 然後想把失業傷 再請救援人準備一下 現在又送一個 一個接一個三環陸續 被街上救護車送醫治療 因為廚師車輛其實是一輛傷行車 人數眾多 整個救援時間花了四個小時多 我們陸陸續續救出了 五女三男 然後其中有 三個民眾是比較嚴重的 一個受困在駕駛座 一個是被車子壓到手臂 然後一個受困在車內 這一起鄉行車發生若邊波事故 就發生在二四號下午四點多的時候 當時三十三歲的台灣女司機 開車載得共四女 三男的菲律賓集遊客 到荷環山上雪 沒想到最大回程下傷的途中 疑似因為速度過快失控 整輛車墜落到山谷下方 由於人車墜落三十公尺下枝山谷 造成舊收工做困難 首先最後車上八人都成功脫困獲救 不過這些菲律賓集遊客 滿懷期待來台旅遊 舉在第五天的行程中 遇到嚴重車禍 恐怕也會在他們心中留下隱隱 近期文劉寬如秋平 陳生意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